近日,四川自贡传来消息,一种被列为世界一百种恶性外来入侵物种之一的新济内亚扁虫 首次在自贡地区被发现,消息一出,立马上了热搜 因为这种扁虫曾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系列生态灾难 新济内亚扁虫属于扁形动物们窝虫钢地窝虫科,以鹿生蜗牛和阔鱼等为主要食物来源 它们似乎永远也吃不饱,极为贪食 它们不只是在饥饿时捕食,而是不断寻找新的利物 在它们入侵的地区,原生的蜗牛种群常常遭到严重破坏 扁虫能迅速将蜗牛猎食殆尽,不给它们留下生存空间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济内亚扁虫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多次引发生态危机 尤其是在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上,它们团灭了大批原生蜗牛物种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蜗牛的减少似乎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事实恰恰相反,蜗牛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远超我们的想象 蜗牛和阔鱼等陆生贝类往往是大自然的清洁工 它们通过食斧作用帮助分解有期物质,使得养分能够重新回归土壤中 供植物吸收利用,如果这些贝类减少甚至灭绝 那么植物得不到足够的养分供应,土壤质量下降 整个生态环境的稳定性都会受到威胁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想象一下 如果所有清洁工突然从城市中消失 垃圾将会迅速堆积,卫生状况恶化 同样道理,蜗牛的灭绝会导致植物无法健康生长 昆虫、鸟类等食物链上的其他生物也会受到波及 这就是心脊内亚扁虫带来的生态连锁反应 此外,蜗牛的减少不仅仅影响自然生态系统 还可能对农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 蜗牛的存在有助于维持土壤的健康 而土壤健康直接关系到作物的生长 如果这一链条遭到破坏 农业生产势必会遭受到连锁反应 粮食安全也会受到影响 受到连锁反应 粮食安全也会受到影响 尽管这种物种最早被发现于印度尼西亚 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跨国贸易的增加 它们乘坐货物运输工具 轻而易举地扩散到了世界各地 从太平洋的小岛到南美洲 从加勒比地区到欧洲大陆 新几内亚扁虫在多个国家和地区留下了破坏的痕迹 在某些国家 它们早已成为了无法控制的入侵物种 这种扁虫的繁殖速度惊人 它通过无性繁殖迅速增殖 一只扁虫只需分裂自身即可产生多个个体 此外 它还具有再生能力 即使身体被切断 断片也能迅速再生为完整的扁虫个体 这种繁殖方式 使得它的数量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 难以控制 它们的适应能力也非常强 它能够在多种环境中生存 从热带雨林到城市公园 温室等人工环境中都能找到栖息地 自贡地区此次发现新济内亚扁虫 标志着这种危险的入侵物种 已经进入四川 当发现一只时 也就意味着可能已经有了成千上万只 四川的生态环境复杂多样 特别是丰富的湿地和森林资源 如果新济内亚扁虫得以蔓延 它们极有可能对本地的生物多样性 构成严重危险 尤其是四川是许多珍稀物种的栖息地 像蜗牛这样的物种 一旦遭到大规模捕食 将可能造成不可逆的生态损害 而且它还只吃本地蜗牛 不太爱吃非洲大蜗牛 然而正如许多入侵物种治理的案例一样 彻底消灭它们非常困难 强大的生命力和繁殖能力 让它们难以被团灭 躲在土壤或落叶层下 也让它们很难被发现 对于新济内亚扁虫这样的入侵物种 目前想要彻底消灭几乎不可能 历史已经证明 一旦外来物种成功入侵 并建立其稳定的种群 我们就几乎拿它们没有一点办法 福寿罗 红火蚁入侵中国多年 在多个省份泛滥成灾 破坏生态 传播寄生虫 祸害庄稼 如今又来了新的危险物种 四川首次发现新济内亚扁虫的消息 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这种恶性入侵物种 不仅威胁着蜗牛等本地生物 还可能对整个生态系统带来深远的影响 面对这场潜在的生态危机 我们需要迅速行动 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 以避免更大的生态灾难 感谢观看